李嘉诚说,无论你是男人,还是女人,做人,想成功,必须要弄清楚,一,这是个现实的社会,感情不能当饭吃,贫穷夫妻百事挨,不要相信电影里的故事情节,那只是个供许多陌生人喧嚣情感的场所,只有不理智和不现实的人才相信。 二,给自己定目标,一年,两年,五年,也许你出生不如别人好,通过努力,往往可以改变70%的命运,破罐子破摔只能和懦弱做朋友。 三,朋友请你吃饭,不要觉得理所当然,尽力上往来,否则你的名声会越来越差。 四,好朋友理念,一定要培养出一个知己,不要以为你有多么八面玲珑,到处是朋友,最后真心对你的,只有一个,相信我。 五,不要相信算卦新宗命理,那是哄小朋友的,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坐在家里等什么房子,车子,还不如睡一觉做个好梦。 六,不喜欢的人少接触,但别在背后说坏话,说是非之人,必定是是非之人,谨记,或从口出。 七,少玩游戏,这不是韩国,你打不出房子车子还有资本,可以有爱好,但要把握尺度,少玩农场,木场,斗地主的一些高度吸引人思想的竞技游戏,也许你的级别很高, 但不代表你有多么成功,反而会影响和占据你成功的时间。 八,世人都有惰性,这是与生俱来的,但是我们后天可以改变这种惰性,因为有很多人正在改变,对于某种事物或是生意不要等别人做到了。 我才想到,不要等别人已经赚到钱了,我才想去做。 没有人相信的是市场和机遇,大家都相信的叫做膨胀。 九,知道自己要干什么,也深人静,问问自己将来的打算,并朝着那个方向去实现,而不是无所事事和做一些无谓的事。 十一,作为女人,不要以老卖老,认为事业跟自己没关系,以为自己就是洗衣服,做饭,看孩子,那就是大错特错。 十二,做人,要做到,万事相为先,交同品之道,夫妻和谐美,幸福万年长,但是这些不是拿来了用嘴说说就能办到的。 解放初期年代要做到这些,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辛苦,当今现实的社会需要你付出很大的金钱,聪明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。 十三,空闲时间不要经常上网做无聊的事,和玩一些没有意义的游戏,读点文学作品,学习一些经营流程,管理规范,国际时事,法律常识,这能保证你在任何聚会都有谈资。 十四,宁可错杀一千次来自各方面的信息,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成功的机会,只有这样,你才不会去买后悔药。 十五,要做一件事,成功之前,没有必要告诉其他人,成功之后不用你说,其他人都会知道的,这就是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效应。 石油,头发,指甲,胡子,打理好,这会是个排斥性的接受题。 这个星球所需要的艺术家极其有限,请不要冒这个险,就算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,也要尽量给人干净的感觉。 十七,不要以为你是个男人,就不需要保养,至少饮食方面不能太随便,多吃发钱,还产品,韭菜,香蕉,都是对男性健康有益处的食物。 你要是看不到价值,我可以告诉你,至少你能把抗病节约下来的钱给你的女人夺买几个化妆品。 十八,力求上金的人,不要纵向着靠谁谁,人都是自私的,自己才是自靠得住的人。 十九,面对失败,不要太计较,天降降大乱于此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起体肤,但要学会自责,找到原因,且改变坏习惯。 二十岁没钱,那很正常,三十岁没钱,可能是没有好的家境,需要更大的努力。 四十岁没钱,只能自己找原因,穷人变成富人是可能的,而且很可能,穷人能穷一辈子,也是必然的,存在就是理由,只是有所选择。 二十,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,就看你给不给自己机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